- 鬼滅之刃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這次怪物彈珠合作 和鬼滅之刃一開始的合作有點像 我指的是炭治郎還沒上修之前 那個需要手消水才有傷害的炭治郎 就是很莫名的當下合作沒有什麼討論度或出場機會 比較紅的反而是前幾個合作 鬼滅合作當下討論度很高的是福音戰士EVA 那時候常見的做法是把初號機拿來放進富剛義勇隊伍裡 生存力跟解鈍真的都很猛 這次怪物彈珠合作也是 當下明明是合作怪物彈珠 可是銀魂討論度變得超級高出場率也是 那我想共通點也不難發現啦 就是大家對於當下合作卡片的強度 技能設定不是那麼的滿意 尤其這次怪物彈珠太明顯了 也或許是時代變了 之前有跟大家提到 現在的人沒那麼多時間玩遊戲 對於不能無腦打高傷的隊伍 大家就不怎麼會想要去嘗試 舉凡像是綠骨銀石這種不太需要 轉珠就能打破10億百億的隊伍 可以無視的盾又多 這種在現今神魔環境下就會比較受歡迎 至於你說怪物彈珠做爛了嗎 我想技能上或許有一點 大家比較詬病的就是重複性太高了 然後關鍵的加C跟解鎖始終沒出現 這個說來也無奈 為了還原好像也只能這樣做 但傷害跟血量 包括你說護盾這些綜合看起來 生存力至少還是有在一線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只能說不是彈珠太沒存在感 是官方把銀魂我鷹做的太完整了 技能上幾乎是魚曲與球 每週許願想要的技能 下週GNN立馬兌現 大家可以再看看 銀魂的技能表 完完全全就是要什麼有什麼 製成一家的系列 目前還是可以通過神魔九成以上關卡 回到彈珠 要玩彈珠系列的話 就是有蠻多東西要記的 隊長既和主動技不可免 就是要記一套全新 最麻煩的就是隊伍技 大家都知道彈珠系統有一個隊伍技 是綁定四個怪彈成員 抓著角色珠停在某個成員底下直行 那個成員就會發動不一樣的隊伍技 這個也是為了還原在怪物彈珠裡的 友情技才這樣設定 目前彈珠合作三次 光是單看這個關於友情技的隊伍技 資訊量就非常龐大 這點我想也是讓很多人 不願意花時間去了解彈珠系統的一個原因 怪彈隊伍技看下來 的確就像在看論文一樣 那也或許一趴大獎尼奧未來會是水隊或人隊 倚重的一個成員也說不定 也就是說抽了也不一定要拿來當隊長玩 可以投資往後當隊員的概念 畢竟主動計算還蠻特殊的 像是R模式可以把攻擊轉成 無屬色白白出去 還可以無視攻前 福石連擊零化 COMBO法印 自身也有一個巨大界王權 又或是像H模式可以全隊無視固定連擊 還有無視一些特殊陷阱 只要可以全隊無視的卡 技能都算保值 那既然都講到尼奧的話 我也稍微回答一下 觀眾比較常問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怎麼組隊 第二個就是只抽一張的話 要維持哪一個模式 組隊方面基本上 我還是會比較推薦HR模式 就是自己的隊長 帶Hello World的尼奧 副隊長找REVERSE的 原因除了傷害是4個搭配模式裡最高的以外 有護盾就先贏一半了 至於你說護盾擋不住的固定扣%數血 這個也完全不影響 尼奧的回復力是非常足夠的 另一個擋不住的自爆 這個算是比較少出現 等出現再來找方法過也不遲 還有一個2021出現大家很害怕的敵技 就是著熱地形 護盾是可以扛著熱地形的 如果你是用RR模式的尼奧 沒有護盾死血又不高的情況下就會比較麻煩 相對HR模式的尼奧生存力真的高 可以無視的盾實用性也比較多一些些 會這樣講是因為RR模式的隊伍技 也可以無視很多東西 但這些東西出現的機率就是相對比較小 這次的尼奧有所謂的分支進化 講坦白一點就是不用抽兩隻也沒關係 模式之間要轉換就是直接吃素材就好了 R模式的尼奧是給彈珠和人倍率 H模式是給彈珠和水倍率 等於說你要玩水隊或人隊都沒問題 尤其是人類成員人才幾幾的情況下 RR模式也是可以讓你去玩的 RR模式傷害也僅次於HR 只不過要注意RR模式是沒有護盾也沒有減傷的 所以血量方面要自己多注意 如果關卡沒特殊需求的話 要自製減傷可以用這次的超OP果實武裝龍客 HR模式的話可能就會比較硬限制擺彈珠或是水人 我自己會蠻建議以全彈珠成員去配置隊伍 這個系列比較怕的大概就是解鎖跟高C而已 對彈珠目前還沒有出到這兩個解鈍功能的卡 真要說高C還可以拿二彈的世界術撐啦 如果關卡沒特別出現這兩個敵技的話 全彈珠玩起來是游刃有餘 平砍百億不會是太大問題 那如果真的遇到高C 講到高C又有一堆解鈍爆發能力的水人族 我想他絕對是不二人選啦 就是我們鬼滅之刃合作的一趴大獎喔 變身前可以無視固定連擊無數拼圖自身也有一個界王拳 變身之後可以把水火變成一消 同時也有附帶無視符石連擊零化和combo法印 更重要的當然是可以跨回合使用喔 所以連續遇到高C壓力也會比較小 基本上炭刺狼算是瑞士刀成員 如果你覺得拿刀小孩當隊長已經有點不行了 不如就把他拿來當隊員續命吧 沒跟到鬼滅之刃合作的話水人族加C卡也還有自家的南娜 再不然就是隨便找一隻可以加C的人類就好 不一定要水人 一定要找人類的原因是R模式的隊長既是硬限制 不能借彈珠和人以外的卡 反之H模式則是軟限制 在人組滿營的情況下絕對可以找到你擁有的加C卡 提到解鎖的話水人也還有這幾隻可以用 其中一隻還是公會洞窟打得到的小怪 此時此刻你也才借了兩張卡而已 隊伍裡還是可以保有四個彈珠 繼續享受彈珠系統的角色珠隊伍技也還OK 差別只在於沒有全彈珠就沒有機會進場全跳技能 但你也知道嘛 這個東西就算帶了全彈珠進場也不一定會跳 所以這個隊伍技基本上我就是當作沒看到啦 有遇到就算是額外的獎勵 總結的話主要還是看關卡去帶卡片 我自己的配法傾向全彈珠 但這個玩法就是很受限 所以要推薦的話我會建議用你比較擅長 且強力的人族隊員 不管是人族還是水人族 其實都有蠻多不錯的卡 像是富剛翼勇可以用來擋死 冥界冰河可以用來解凍結珠 原版SS本鑽裡的冰河可以用來凍結敵人 馬騎可以拿來強力增傷等等 你說你要把四個彈珠拆掉不吃那個隊伍技行不行 一樣也是可以的喔 最後就是如果你不想抽第二隻尼奧的話 就看你自己有沒有想把尼奧拿來當隊長玩了 有的話我會比較建議留在H模式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HR模式搭配會比較好 那自己當然就是留H模式 反正要體驗R的主動技或隊長技玩別人的副隊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比較想要常駐當隊員來玩放進人類隊裡的話 我就會比較建議留R模式了 R模式的主動技真的不錯 自身界王主動技很容易伴隨其他成員不能發動攻擊 但這隻尼奧沒有 再來轉成五屬射白白的 遇到反強化或是五屬極盾都可以直接射穿 無視攻前這點你說想拿來銀石隊打工行不行 當然也是可以的 尤其是如果遇到手銷水連擊零化 在銀石隊伍裡當成員的價值就又更相得益張 所以就是看你想怎麼玩尼奧了 他沒有分日用型或夜用型 只有分隊長或隊員 那還有一個問題是亞生跟瑪娜之間的交換 如果是蓬萊出現之前 我會跟你說用亞生去交換瑪娜 全隊無視拼圖真的太香了 可是蓬萊的技能出來之後 基本上瑪娜可以安心交換亞生了 除非你是有想拿瑪娜來當隊長玩 那記得至少留一隻 最後就是再稍微聊一下銀魂啦 這系列真的很香 通關目前神魔九成以上關卡都沒有問題 技能也很齊全 這也是為什麼當時我這麼積極鼓勵大家 這系列所有卡都要拿到 就是因為他們都有各自對應的解盾 幾乎沒有地雷卡 沒跟到也不用擔心啦 同樣解盾系列很齊全的 也還有目前是一線的綠骨和星矢系列 如果這兩個你也都沒跟到的話 就看往後神魔會不會把單一合作系列做得很完善了 我想經過這次彈珠大家反應的洗禮 或許官方往後在合作上的安排和技能設定 會有些不同也說不定 以上大概和大家簡單聊一下 近期的幾個合作還有回答觀眾問題 大家對於彈珠系列或是以往合作還有什麼看法 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